Google Play下载桌布的App程式 那请同学呢 先点选桌面上的Google Play购物袋 在这个地方我们点选一下 点选完以后呢 老师那桌布在哪个类别 有时候很难找呢 你可以透过Google Play的搜寻区 这个地方可以使用语音输入哦 那我们点选一下 要来打字了 点完以后呢 如果说它是英文的输入法 或者你要打英文打中文 请你点选哪一个 这个地球来做切换 好在地球这边压着不放 这边呢你可以切换成什么 注音输入法 语音输入 英文键盘等等 当然目前我们还是维持在这里 不过我们先切看看 我先切为英文的 同学看一下 预设是英文哦 我要打中文 所以这里要压着不放 在地球压着不放 好这边是在选 选错了 压着不放 我要选什么 中文注音输入法 对不对 那这里呢 中文还可以快速切换什么 英文中文 有看到吗 英文中文这里 好那打字了哦 之 接下来 乌在这里 第三个 欧 桌 要不要再输入不呢 不用 这时候再点哪一个 桌先把它点一下桌 那它问你要桌面主题桌布 还是什么什么的 好我们要桌面主题这边点选一下 哦点到桌布了也没关系 那这个是高清的 这很漂亮 有没有 免费哦 所以把它点起来吧 再来点选安装 好再点选接受 那这个容量是在这里 透过这个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手机平板改变 让它有不同的背景 当然你 那我们自己拍的照片也可以啊 就是在设定的显示里面去改 你的手机平板要先开照片哦 现在在安装中 我们就等它一下 哎 装完了 就把它开起来吧 开起来以后呢 我们就等它一下下 好来 这个叉叉关闭了 那就可以看到很多了 对不对 这图都很漂亮 那我先来点选这个好了 最近精选 先点选的精选类别 来我来点选这个 点一下 对不对 点完以后呢 好再来选哪一个 设为壁纸 就是下载这张图了 下载完以后呢 来 我们来点选这个 桌布 选择服务啊 这个壁纸 把它点一下 左边这个 它问你呢 要滚动式的标准 对不对 那这边呢 我就点选全部吧 好 那固定的地方 我也点选哪一个 这个 全部 好 如果都确定好了以后 再点右上角哪一个 打勾 表示说确定了 那就它帮你处理了 好 做桃已经做完了 这是我们再点选这个 圆圆的回到主画面来 那我们的背景就改掉了 就改掉了 那这请同学练习看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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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